歡迎光臨,大家好,我是吳君豪,吳醫師 今天醫美很無聊這個系列呢 要來跟大家介紹說要怎麼樣挑藝乳 然後來去調整你的大小奶 在調整大小奶之前呢我們要先知道說 正常的狀況下我們是怎麼挑選藝乳的 醫生通常會幫客人量乳房的寬度 也就是從乳房的內側到外側這個直徑是多少 假設一個客人他的直徑是12公分 乳房從內側到外側這個寬度是12公分的狀況下 我們會挑選11公分左右直徑的藝乳 當你這個12公分的乳房挑了11公分的藝乳之後 再來第二個選項我們就是要挑說 這個藝乳的這個凸度這個高度 這個高度的距離 它有分成兩種一種是比較扁的一種是比較凸的 一種是比較凸的 當你選擇比較凸的 視覺的效果上一定是會比較暴力比較巨大 然後如果你挑比較扁的看起來一定是會比較自然 這個就要看客人他的需求點在哪 然後配合他的身形看是平身還是圓桶身 再下去討論說到底要挑哪一個系列 在知道正常的狀況之下如何挑選藝乳之後 接下來就要先判斷說客人到底有沒有大小奶的問題 通常我們人的胸廓呢因為左邊的心臟它比較肥厚一點點 所以說左邊的肋骨它會比較凸出來 造成說視覺上左邊的胸部會比較大 如果是這個狀況的話 我們通常就不會去調整左右大小一如的不一樣 如果說你是胸廓外面的乳腺組織 之前因為有做過乳房的手術 有去切過乳腺組織 或者是先天的發育的問題 造成乳腺組織左右邊不太一樣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才會去挑選說不一樣的藝乳 來去矯正它大小的問題 當你的乳腺組織呢 真的有左右大小不一樣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我們在挑選藝乳的時候 第一個要件跟剛才一樣 是要量你的乳房的寬度減一公分下去 但是呢 對於比較大的那一邊 在一樣的寬度底下 我們要選擇所謂的中凸的 在比較小的那邊呢 要選所謂的高凸的 讓你先天本來凸出來的這一邊 因為藝乳推一點點出來就好 你比較小的那一邊 要靠藝乳把你的乳腺整個推出來一點 所以說 我們會盡量選一樣的寬度 一樣直徑的藝乳 然後選擇不一樣的凸度的甲體 這樣子去矯正 為什麼 有時候有的醫生會說 我直接幫你減10cc 20cc 25cc 為什麼我們不這麼做呢 因為當你選擇中凸的藝乳的時候 你只有靠減CC數下去幫你矯正 它會造成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CC數減了它的直徑會跟著講 會造成說你這一邊的直徑可能是12公分 你另外一邊的直徑可能會變小只有11.5公分 當你這0.5公分的差距的時候 你的上胸12公分的上胸一定會比較上來 11.5的上胸一定會比較小 你矯正的CC數的不一樣呢 但是對於你的外型呢 並沒有辦法達到一個真正的矯正 所以說到嘴巴全部 你是聽我聽不懂 下次來諮詢的時候呢 請記得 不要說 一下子就要我這邊少25 那邊要多25 這裡少50那裡多50 當你選擇了直徑不一樣的藝乳的時候 以後消腫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左右的乳房的形狀 是完全不一樣的 基本上還是要盡量挑選 一樣直徑的藝乳 頂多差個0.1 0.2公分微乎其微的那一種 我還可以接受 單純的靠CC數下去調整大小暖紅 這個是絕對行不通的 各位拜託拜託 如果有不懂的話 你可以repeat repeat再peat repeat 真的再不懂了 在底下的下方留言 我會很樂意的替大家一一來解答 ok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各位幫我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還是分享 覺得 誰 又 突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